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定是武俠的 例如李小龙有些戏是打的 跟武俠的内容是不同的 武俠片多少都是不是时装的 最低限度是清朝的 武俠片可以是现在的 是不是 我想武俠片有一个特征 我常常都觉得很特别 就是说武俠片那些人是不用做事的 他们是拉帮结果 财强扶约 都在做这件事的 不做事就是说不武正业 但是是打架劫舍的 你看到武俠村集 不是他怎样有钱 所以他们的钱都不知道怎样回来 不过这些都是一个古式的男士浪漫的 那我们今天就不是想讲这点浪漫法 那我们想讲一下 各方面的 有一首音乐 就是大家常常听的 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那这首音乐就是周星馳那套功夫里面 是作为这套电影的背景主题音乐 是 有很多著名的歌曲 那今天要讲起这个话题呢 于sir那天就传了一篇音乐给我 那个音乐就是好像是广州中学团表现的 那他呢 我一听 熟口熟面望的 原来就是那个《厂障令》 是 《厂障令》呢 就是专在我们 尤其是粤语的武俠片 尤其是《吵达话》 尤其是《有凌空》的片之中呢 当一些人物上到山大会的时候 就亮起这支歌曲的了 就是什么武林大会 大家都不知道这首音乐叫什么名字 但是呢 你一定懂 尤其是 一定听过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 去得五十四来五十岁的朋友 你一定听过这几首音乐的 可能全部听过 就算不是看第一次的电影看到的 可能是在无线播的那些语唱片听到 在这里呢 就是有时不得不佩服我们中乐 那这首音乐呢 我们小朋友听的了 那我们小朋友都起码五十几年前啦 或者六十年前啦 是不是呢 但是到现在呢 你拿出来听呢 不失有现代感的 尤其是 尤其是不一定要用中乐团去走 可以是管言乐团的 交响乐团的 所以这种音乐的 这首歌呢 我就不知道是在民国的时候有 或者是在解放之后有 我不知道的 那我想它都是古曲来的了 那一定不是在解放之后有 因为我们童年时已经听到的 就是有些已经是在我们出世之前拍了的电影了嘛 另外还有很多其他乐曲的 其中呢 《南儿当志强》 这个是原始于张军令的 这个没有张军令呢 王飞鸿都不知道怎样出来 那王飞鸿我认为他不是武侠片 是武打扁来的 那所以呢 就是有几首歌呢 就是我们经常听见的 张军令啦 厂长令啦 《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就不一定是武侠片 那《十面埋伏》呢 可谓是伴奥呢 例如刘克宣 《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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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枝 也是用十面埋伏的 所以这些歌呢 就是你 看回五、六十年代的粤语长片 尤其是那个武打扁 如果缺少了这几首音乐它就不知怎样理好了 但是呢 亦是这样的 原来一百套电影都是那几小的音乐 因为这样 你一奏 人家就知道什么 就容易形容 正如辉哥也知道 音乐叫什么名字 我就有点点考 我平时不考辉哥 但这支辉哥一定知道 他就说了 很上司 你一说就知道什么都可以考 所以现在周星馳 而丰富地用他来作这个音乐 其实带起不少人 回想他童年时代 在戏院看黑白的曹达华 但这里我要讲一讲 其实这里看到电视和电影的很大分别 主要是电影 因为曹达华拍电视已经不是没有电影了 他做配角了 那部电影在电视再重演 由黑白去到彩色 不是 在电视重翻了这部电影 而且你在银幕看出来 完全不同 这首音乐一带出来 你在银幕上看 你会被这首音乐 吸引在这部电影里面 有些人说 有些电影 在电视看没所谓 有些人在电影院看得比较好 例如至少数两种 一种是鬼 一种是战争 这是在电影院的气氛才好 那说回这些音乐 当然它和粤剧电影是不同的 粤剧电影就会用粤剧配乐 但是没有合片 有些少数有唱几句 少的 有数抽就有了 但就不是他自己的声音 最特别的一套 就是曹达华唱乐曲 你没听过 这一套是他做耳郎神的 七彩的 那是不是他唱呢 到现在都不知道 有很多 以往不是怎么唱的 就是间中唱一下的 例如你说曹达华 张活佑其实大家忽略了 张活佑其实是戏斑出身的 是的 但是他在电影中 是较为少唱 有一套是跟武打无关的 这个就是粗剧小粗 说回这些电影 继而后知的就是说 原来后面那一套 就是去回邵氏那些电影了 邵氏那些舞台电影 就是少用的了 少用回这些将军的厂 说多一支音乐 这个就不是说打的 这个是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通常是说一个人 他可能是十岁或十一岁 他一路练功 由镜头拍摄又十三岁 一跳就大了 十五岁 就是用阳春白雪的 所以这些音乐 已经造就了当时的动作片 那个气氛 其实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你想一下 我们经常说 古老东西一定是很简陋的 其实不是的 你听回这些配合 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今天只是说一说 动作片一部分 那我们就数一下明星 先由粤语片数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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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你刚才说 有曹达华 曹达华要配有女主角 女主角 她真的跟几代都拍摄 肯定有些年纪大一些 雨素秋 后来有些 又做她师妹的 谈恋爱也有 蕭芳芳 中间有陈寶珠 林逢 而古而今 所以 其实你现在看回曹达华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她 觉得没理由 这个没理由做到泰盒的 她以前不是这么胖的 我看回很多她那些 舊的戏的广告 就是银潭铁汉 以前拍出来她的样子不是这么胖的 除了曹达华之外 在她的年代 同年代的 还有罗杰朗 都做过漏片 我说我担持过 很多 雨佳 又唱戏曲的 又做舞打的 莫丙荣也有 其实在这里说回来 其实曹达华也算是一个 耐玩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说很多个 包括关德卿在内 都是由戏曲转回去做电影的 关德卿有做过武俠 又做舞打 其实她是阅剧为出身的 我现在数了那个 罗剑郎 陈锦棠 林家兴 我刚刚数了那些全部都是由粤剧转回去 那你都不能不数 有一个在这个武俠片不是做很大的主角 做个年轻 林家兴 当年她比较年轻一点 身材 刷洁了一点 所以就要分一分电影和粤剧有点不同 但是后期有一个 他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演过粤剧 但最后都演粤剧的 这个就是石坚 他从头到尾 石坚有 有跟罗家宝都合作过 不不就是说做那个在银幕上的电影 简刑坚有一个很臭 曲艺 就是那个粤剧电影 但是到了后期 应该都是最后一部的粤剧电影 就是李侯主 他有没有唱他没有唱 但是他有演出在这出戏里面 李侯主呢 他的戏是很早期的 所以你现在看回 当时其实也是垄断的 就是你现在说 做下去都是那几个演员 那其实当时 有些都是做得好 他不是主角 他都是演得好 包括《柠檬》 《陈立品》 《乐宫》 很多演得好 杨热宏 杨热宏就专做那些 什么导使 拿着个陈斧 当时都是分开一班班人 我刚刚说的就是 曹达华 肯定是配石坚 其实这么多个 石坚是最败的 你说道士 不能不说道姑 道姑都有很多 其中一个表表者 就是杨热宏 还有马少鹰 也做过道姑 马少鹰做道姑 没有杨热宏 杨热宏 杨热宏也做过道姑 因为你觉得她肥 杨热宏 眼睛就狠毒了 但是她的妹妹就好多了 荣小耳就比较少做 这些角色 说回当时这些原剧 没有打电影 或者没有合电影 都是一班人 差不多包了来做的 当然是曹达华 我又猜 会不会跟某些电影公司 她拥有多这些气服有关 是吧 你如果有些 没有什么本钱的 就拍了七天先 因为当年兴的 是拍时装片的 容易 我想这个也有可能 反正是 自开这些气服 拍到它尽了 我又再问你 《辛马斯增》 也有做粤剧 也有做武俠片 不过小小 所以演不多 不够做辣话 她有一部电影很有名 就叫做《怪合一枝梅》 是 挺过瘾的 就是 后期 梅艳芳也拍过 有关电视剧 她不能够叫做《大合一枝梅》 因为她真的不够大 所以叫做《怪合一枝梅》 说这些武俠片多 没有打片都要说一些 李小龙是表表者 你肯定不会否认 包括《精武门》 后来的《猛龙过光》 那些都是表表者 也有一些 是拍武打片 她不是武俠片的人 也有的 我们看到有些女性就是了 说起武打片 是香港一直都是支撑着整个市场 就是中流系住 我想说 有些古装都有 但是时装都有 武打片 武俠片都有 雪妮 雪妮 就是唐佳的夫人 她的丈夫 是武术唐佳 是武术指导 雪妮 曾经拍过木兰花的戏 你知不知道木兰花 在澳门取景在哪里拍 在宜区 在宜区拍过 这个木兰花 木兰花大概有两套 当时这些戏 它是不断在进化 我们的印象所及 当然最初就是 火烧红年寺 这些戏 有些要找日本的特技公司 帮他们设计一些片 是吗 特别那些 斗掌那些日本公司 其实这些戏 你现在看回来 好像很无契 但是其实现在的戏 有戏味 都是这样的 其实现在 只不过 现在有些 有点方式 没有合得来 慢慢化 我们看到 其实澳门 一向都是 拍戏的圣地 我们小时候 都看很多 包括 由张英过来 长楼那里拍 夜戏 我的印象就是 那时候 我们住在台山 小时候 去到那里 走路出去 因为 喜欢新鲜感 我想走路最远 莫如当年 1974年 第一条 澳桶之间的大桥 加勒比 总督大桥开的时候 那些人由澳门走去桶仔 桶仔走回到澳门 幸好这条桥都很短 我们说回电影 其实澳门 我有一个建议 可以将一些 有影响力的电影 多数都是同作片 曾经在澳门 拿过景的地方 可以做一个 有 政府做了 还有政府早前 特意放映一些 集合了以往和澳门有关的影片 但是你要在那个地方 是要做一些标志 甚至乎 你出气的场景 当时是怎么回答 有几个地方 当然有些变化了 例如 以前新鲜汶的大业别墅 你现在看回那片 你猜不到的了 有些还可以找回他的 马国 国际酒店还有痕迹 最令我深印象的 就是百甲筹 那个公园门口 当年李小龙来拍 这个精宝门 就是说 什么什么不得进入 我不想重复的字 这个场景 原装在的 虽然是到处改变了 但是这个门口 百甲筹的门口 是没有改变过的 当然 那个夺宝骑兵 或者是铁金刚 都来过澳门拍的 我们又要说 我刚才想说给你 说了 有些国际的 没有打片 其中包括铁金刚那些 铁金刚 很多年轻的那些 在那些 卖咸鱼的地方拍 其实是烂鬼流 他说了咸鱼 然后有些人在那里吃饭 又在拆船 又拍的 这个叫金枪客 即是 大家如果 Aman with a golden gun 是的 如果大家想看看当年 上网找到的 新康纳尼 如何在澳门出现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 金枪客那里来看 另外还有小时间 我都想说 我们只说粤语 就不够了 因为这个 我们没有特别局限 说粤语 没有打 那一定又要讲一下国瑜 国瑜其中的表表者 他不是打很多的 但是你当他打龙门客棧 是吧 另外还有 我们的独臂都 还有很出名的黄瑜先生 对不对 黄瑜叫大哥 对不对 不是我们称的先生 还有很多国瑜 没有视频 有些导演是张切 有些是胡金泉 后期有徐克 还有一个徐增华 还有一个徐增华 也很出名的 我也很想带回澳门 和电影有关的 大家记不记得 陈星 刚刚被吴思远发挥的时候 大脆老陈星 是的 星座那个星 是的 还有梁小龙 倉田寶超 这些是铁三角来的 经常打来打去都是这班人打的 陈维敏 有一班 在澳门拍了很多出的 例如《猛虎下山》 都拍过很多套 我最记得当时有一场戏 就说他有一辆车 在大三巴 驾下来 你都知道 违惯我们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了 当时就不知道 有没有整崩了 哪一架 我认识 我认识了 这里讲回一些故事 铁到车底也没停 不是 讲故事 这个呢 就是初初就问我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车 可以租来拍戏 那我朋友 有开车 那些当时就当老爷车 现在是值钱 好了 租了车之后 就找个特技演员 谁知道这个特技演员 就是爱个价钱贵 后来就问我的朋友 那我租了给电影公司 不如你找人银起来 原来这场戏 就由一个澳门 驾货车的司机 去表演这一场戏 很多人不知道 还有些人物都要讲 要不然不得完整事 都有限 不能不谈 姜大卫敌龙 刚才也说过 有上官凌凤 这些都是 武学片之中 是很出名的 男女明星来的 有一个人在这里 我真的不得不讲 这个人真的要讲 这个人当年就拍了很多胡金泉的戏 但是那些人就没有来不议这个人 这个是谁呢 就是刘刚 刘刚最近在无线路都退了有几年了 但是原来我看回一些旧的戏 原来刘刚当时已经 我有看 我知道 因为他在亚氏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这个人物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胡金泉当年 很想识刘刚 当然他不是像乔宏那样担正 但是很多戏都找他 就证明这个人 在电影那里 那个可索性是很高的 我们刚才说的 姜大卫 其实当时章切 就惯用那些血章式的东西 令人觉得 哇 充满了血腥 就是他先搞出来的 当时武俠片 也有一些 搞笑的一部分都有 就有李坤出现的 我想香港的电影 刚刚我都说了 武俠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钟楼底柱 也看到武俠片之中的蜕变 我想今天的时间就不够了 但是有一件事都说了 就是收工 一定是要说的 就是金融先生 他的作品 跨年代 就是由以前 与长片的时候已经有了 包括你看到 《造达华》都有拍有关的戏 他很多的 就是《射雕英雄传》 拍到后来 《射雕秋》做《射雕与女》 后来又在台湾又有不同的剧集 在大陆近年都有 你一见吧 我最… 我最… 《射雕秋》的爸爸的杖无忌的爸爸の父亲 有些枝切的,或者叫做肉叶,甘草式的,你都说完才收工 刚才说的柠檬,高鲁传也不能不说,无论便一定有个古典积位 高鲁传你记不记得他最出名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东岛祥来的,七船站 他有一句台词就很有趣的 他说他常常迟到,什么都迟到 当人家打完,他冤出来了 有一次因为他被人杀 临死之前,我顾不到今次,我不迟到做到 最后也要提一提刘师傅,刘家梁先生 他很早期还没有打变 他在王飞鸿出现,记不记得 他跨年代跨得最阔 越早就越享有盛名 例如刘家班,原来郑少秋都属于其中之一 刘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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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